叫我的朋友 叫我的救 准备 开始 集体拔河 投乒乓球 再顺利通过独木桥 孩子们无不全力以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独木桥 就是试过很多很多次 就是一直会跌下来跌下来这样 然后我的队里面也是有人跳的时候 不小心打到脚 然后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活动可能是要带给我们 就是要专注 不要心急 除了挑战孩子们的体力 另类的抑制游戏 也考验孩子们的脑力 我们都不认识对方 我们就很陌生 然后当我们互相认识好过后 我们就慢慢合作 配合 有聊天 有欢乐 今天有八间人文学校参与 然后大概有两百多位的人员 一起参与 我当然是想每个人都快乐 尤其是孩子 希望他们没有烦恼快乐成长 那我也慢慢地见证了我自己的改变 然后我们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也有所改善 家庭社会比较融洽 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课程 慈济人文学校所提倡的人文教育 更能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我很感恩实际人文学校能够一起举办这个这么大型的运动会 小孩子在外面的很多学习嘛 所以星期六其实是很满的 然后之后要上课也是会很累的 有的时候他们不太舒服 问他你们要去吗 他们就是很喜欢去人文学校 回顾过去一年 家长和孩子们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在迎接新一年到来之际 期待明年会更好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